我們看看這條答案 1.53 3上面有個小數點 就是1.5333 一直重複的3 其實我們用計數機按一下 例如A 23除15輸入 已經檢查出答案A 第二條 以下哪個一定對 第一句 所有整數都可以寫作份數 當整數n 其實可以寫作n除1 這個已經是份數的樣子 就是份子和份母都是整數 而份母就是一個non-zero 不是零的整數 所以1是對的 第二 product of two rational numbers Rational number 中文就是有理數 有理數的意思 其實就是份數 也是 份子和份母都是一個整數 份母是non-zero number 兩個的有理數成了 當然都會出回有理數 所以2是對的 第三句就不對 因為pi 其實它是等於3.14 1592654 後面還有很多 不重複 不循環的小數 OK 它是2 rational number 所以3這句是有限的 不過小數是不對的 因此答案就是a 第三 以知h和h加i除2-i 都是real number 找到h 如果你是用計數機去計的話 就很快 你轉做compress mode 你譬如代替a是2 下去計 2加i除2-i 你會讀到是0.6加0.8i 那代表什麼意思呢 看看這部份 如果這部份不等於0的話 即是這個就不是real number 這次a這個答案是錯的 到b 當然可以理解 這個答案是 這個答案是 1加0 i 什麼意思呢 imaginary part 有i的部分 是0 即是這個 是real number 所以b 這個答案是正確的 接著這條 find the equation of straight line which is parallel to 9x加2y-3等於0 你看到parallel這個字 當然你可以理解 就是那個slope是一樣的 但是在運算上 其實你就知道 這個x的coefficient 和y的coefficient 是一樣的 所以你就可以寫了 新的equation 就是9x加2y 再加一個constant k 等於0 然後我們下一部 就看看它有什麼新資訊給我們 它切到x-axis at 3 即是說 x座標是3 y座標是0 所以我們就代替它 x變3 y變0 2乘0 即是0 9327 所以 k就是-27 因此 這條equation 9x加2y-27 等於0 接著第五條 以知h和k 都是constant 一個常數 兩條直線 hx加7y加9 等於0 以及第二條 11x加13y加3h等於0 inter 即是雙交 雙交是怎樣的 看到這個字 非常重要 即是說 這個座標 1k x座標是1 你就可以代替這兩條equation 這樣 OK 而y座標是k 即是說你可以代替兩條y 因此 你就會有兩條equation 第一 h乘1 加7乘k 加9 等於0 第二條色 就是 11乘1 加13乘k 加3h 等於0 那我們就整理一下 h加7k 等於-9 好 這邊就是3h加13k 等於-11 我們把equation1 就乘3 全式乘3 就會得到 就是 3h加21k 等於-27 下面就是 3h加13k 等於-11 兩式相減 左邊 21k-13k 就會是出到 正8k 右邊 -27--11 就會出到 是-16 k就是-2 如果k是-2 的話 h加7乘2 等於-9 h就是5 所以就會出到答案 就是 D for dog 第六條 有兩條equation 第一條就是L1 y等於Ax加B 第二條就是 y等於Cx加D 那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這個已經是slope intersect form 就是以y做subject 所以 x的coefficient 就是這兩條線的slope 也就是說 L1的slope 就是a 大約0 斜去右上方 而這條線的slope L2 就是c 小於0 負數 因為斜去右下方 所以我們知道第一個資訊 就是a大於0 大於c 第二個資訊 就是 那個constant 就是 那個vertical 的intercept 就是這個位 L1的就是b L2的就是d 因此 d 是高於boy 所以 多大於boy 大於0 OK 另外 看看 這兩個資訊 我們已經知道了 第一句 對 a大於c 第二句 boy小於多 第三句 都對 是差 a多 和c 怎麼比較呢 通常呢 做出這類題目呢 牽涉到這些直線的coefficient 有三樣要檢查 記住了 第一 你就是要檢查 slope 第二 就是要檢查 y-intercept 第三樣 就是隱藏的 檢查 x-intercept 如何檢查 例如這個 L1這個 我們代表y是0的時候 x就是-b over a 而這個 我們代表y是0的時候 x就是-d over c 所以你看到 -d over c 是比較右側的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d over c 但是-b over a 我們就可以兩邊乘個-1 使不等式的墊序相反了 而另一方面 兩邊乘個-a a是正數 丟個-a過來乘 那這就只剩下-b 最主要的那一步就來了 如果把-c丟到右手邊乘個-x的話 墊序也要轉 為什麼呢 因為-c是負數 好 行不行 OK 所以整個過程就讓你看到 扔個-c過程的話 墊序要變回正數 行不行 因此-a-d是大過-bc 也只是說 第二句是不對 所以答案就是13c 接著第七條 4x2 等於100 我們要做的呢 就是兩邊除4 x2 就是25 然後扔過來factorize x加5 乘x加5 等於0 你會發現現在有兩堆數 紅色這堆 乘綠色這堆等於0 即是說 一是紅色這堆等於0 或者 綠色這堆等於0 因此 x有兩個答案 一個就是負5 或者 x就是正5 因此有兩個答案 c 第八條 就問以下 這些quadratic equation 有兩個distinctly root 哪一條是呢 試試第一條 先 要檢驗之前 你一定要把它整理做standard form 以x2 x2 先放先 x2 放在中間 constant放在最尾 OK 那discriminate 就會等於 b2 -4ac 即是1 發覺 計到1 即是正數 既然是discriminate的正數 就即是說 它的equation有兩個distinctly root 第二條 收回到standard form 9x2-18x加9 discriminate b2-4ac 你發覺 按計算機 你會發現 等於0 等於0的意思 就是有equal root 因此 2不對 有2的 不要 最後第三個 收回到standard form x2-x-c 等於0 這裡的a是1 b是1 所以discriminate 就是 正1的square 減4成正1 乘負c 即是1加4c c是正數 它會說明 所以是正數 因此 3是對的 因此答案就是boy 第九條 sorb you the equation for x x是variable m是constant 所以你的答案就是x 等於m x-9m all square 等於36m square 這個36 其實可以使用6的square 所以整個 你就會把它變成 x-bracket 6m all square 然後你要做的就是兩邊拿個開方筋 兩邊一起的square root 因為兩邊都只有一個大的bracket square 所以你就得到 x-9m 要不就是 正6m 或者x-9m 就等於 負6m 一正一負 最後你就會計到 x等於15m 或者x等於3m 因此答案就是b 第十條 以下哪條 確定的equation 對呢? 你會顯示的是discriminate和root 我們先計算 discriminate 這裏 a,b,c a是3 b是4 不是4 是4 OK 要減回 b是4 c是-5 所以discriminate 格式是這樣的 就會計算到 b² -4 a c 那就是76 其實76 其實76是甚麼意思呢? 首先是正數 也就是說 那個discriminate 是不是perfect square 76不是perfect square a不確 接著 discriminate of the quadratic equation 是不是irrational 也不是 因為它76是 rational OK discriminate 就是開方根裡面的數字 OK c 說這條equation的root 是rational 那就不對 因為開方76 是irrational OK 最後 這條equation的root 是reed and distinct 正這樣對 因為discriminate 76 是正數 discriminate positiv 就是reed and distinct 這個root 好 這裡到這個 simplify這個損失 以及將答案 用positiv index 寫了數 就是很典型的題目 首先寫題目 然後 將這個 8的6 承入去裡面 就會變成 h18次方 k-12次方 墳墓照寫 然後 就會將 本身這個是負次方 怎麼變成正次方呢 發上去 變成 h18次方 然後 h5次方 另外 這裡本身有個 k-12次方 發下來 就會變成正次方 所以最後就會 h23次方 k20次方 接著這條 要做 u做subject 即是說 u在左邊 右邊就是沒有u的 做法 先插 這題目 然後將u扔過來 承的時候 記得括弧這邊 ok 因為u要承給整個左邊 然後u要承進去 我把這個拆弧好了 變成 ua加2u 這裡是4a 把這個 正5u 扔到左邊 就變成 加5u ok 變成 下一步 抽個 u出來 一把 1 3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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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是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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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就變成C加2D all square 後面抽個減出來,減,就是bracket 三個terms都抽負,變成這樣 A二次減6,AB加9B二次 整個bracket,前面有個負的 這個C加2D all square,你不要動它 後面就用partA的結果 A-3B all square 這裏你就見到典型的 黃色的二次減,藍色的二次 所以你就可以寫個格式出來 前加後,乘回前減後 OK 前面就是C加2D 後面就是A-3B 所以就變成C加2D加A-3B 負負得正 OK 做完這條 好了,接著第四條 就是有個pointp 10-5 它就reflect,即是反射 鏡反射 用一個倒影的 A-3B 就是垂直的 就變成Q 所以就變成 走過來,Q 這個距離應該是10 OK 照鏡反射 所以就是-10-5 這個point 另外,Q就沿著O這點 逆時針轉180度 這邊就是 OK 發出來 叫做R 這樣就是-10-5 因此,你寫個答案 Q就是-10-5 R就是-10-5 這樣就可以了 B,要計回這個三個人的面積 OK 其實也看到了 底是-10-10 高就-5-5 所以A-3B 就是-5-5 乘回10-10 再隨意 OK 即是-100 Square Unit 這樣就叫做完 好了 而A-A的點 就是放在這個直線 Lise-ON 就是說 X可以代表-3 Y這個位 可以代表-4 這樣解釋 OK 這點它是給你的 好,PART A就說 要找水力是多少 沒甚麼特別的 就是拾回y做subject 拾回slope intersect form出來 這樣呢 這個就是slope slope就是-3-4 而yintercept就是後面的concent 按照射 partb就說要畫這條graph出來 那你就知道了 有一個vertical intercept 就是yintercept就是74 那xintercept怎樣找呢 其實你可以就是subx做0 b subx等於0 into3x加4y減7等於0 3乘0加4y減7等於0 y呢就是7over4 所以這裡呢 所以這裡我應該代錯了 這裡應該是代為y等於0 難怪的計錯了 OK 好了來一次 4 3 乘1 x 加4 乘0 那x呢就是 抽法3 OK 所以這裡 抽法3 然後呢 然後呢 就拿一把間斜呢 就把直線出來 大約吧 這樣 這樣呢 然後寫回 3x加4y減7等於0 這樣就OK了 好了這條了 我要點回那個a和b的左標呢 直至l 給了你了 ac這條equation 還沒給你的 點回ab的左標 b呢其實呢 它的左標呢 叫做 0k a這點呢 就叫做h0 那你代回這兩點就可以了 所以 sub a 等於h0 into l 就變成 x就變成 h y 就變成 0 h呢 就會是-4 也就是說 a這點呢 就是-4 0 另外 你就 sub b這點呢 就叫做 0k 進去l那裡 所以 3乘0 加4乘k 加12等於0 k就是-3 也就是說 b這點呢 就是0-3 b1 有留意到的重點就是bc和b一樣長 所以你先找回ab的長度 ab的長度呢 其實就找回不是定理 3的square加4的square 開方就是5 行不行 這裡是3 這裡是4 長度 ok 所以就看到下面都是5 因此 c這個呢 就會是 0 鬥號-3 -5 就是0-8 好了 有 a的座標 有c的座標 那就可以找到那個slope slope of a c 就會是 0-8 over -4 -0 那就是 -2 所以 這個equation呢 y 會等於 slope x x 再加y 就是-8 y等於-2 x-8 這樣就要做完 第七條 這個是關於complex number的題目 2a乘i 乘3-i 乘3-i 等於19加bi ab是real constant 找回ab 通常都是拆括好 然後呢 將左右兩邊的real part和imaginary part 比較 你要做的是什麼呢 將這邊呢 撿回做x加yi OK 那你拆括好了 變成 6a-2a i 加3i 減i square 等於19加bi 右邊呢 已經是那個叫x加yi的格式 你不用動右邊的了 是左邊的 6a 然後你發覺到呢 紅色這裡 你就寫了 加 將有i的放在一起 3-2a 那麼多的i 好啦 前面啦 OK 負i square 是正1 可以嗎 負i square是正1 因為 i square是負1 負i square呢 就是負負1 就是正1 OK 都是放在一起 右邊 19加bi 看到了 real part 藍色的 imaginary part 紅色的 所以 6a加1 是19 3-2a等於b 也就是說 a呢 就是3 b呢 你代替下去之後 3-2乘 3 即是負3 那就做完了 第八條 那就要sort 這個equation 1 永遠 make it as standard form a square 加bx加c 突然0 99%就是這樣 OK 除非你遇到真的一些很特殊的情況 左邊的square等於右邊的square 這樣 否則絕大部份的情況都先收拾成standard form 這樣 全部東西搬過去減 這裡就讓你看到 所謂的a square加bx加c 是什麼呢 隱藏的1 a是1 這裡隱藏的負1 b是負1 constant term c 負56 OK 這就是所謂ax square加bx加c 都是這條相對比較容易的 因為左邊可以factorize 變成x-8 乘x加7 等於0 那你就看到 藍色乘紅色等於0 即是它說什麼 要不就是藍色等於0 或者紅色等於0 那你就可以拆開兩條equation x加1是正8 或者x等於-7 當然它是用計算機按完答案出來寫回頭 那也可以的 寫回正確的factor就可以了 這一步 一定要有 OK 好了 第二 x square加x-1 等於0 這裡也是 有個典型的a是1 然後b是1 不是x 是數字是1 c是-1 c是-1 你用計算機按完 現在你出不回rational number的答案 你要用公式 過了這個方法 記住 格式就是這樣的 x就是-b 正負開方 b square 4ac 4ac over 2a 記住這位 這條色利害之處就是 就算在 question 1 你都可以用的 OK 好了 x就會等於-1 正負開方 開方筋裡面都是5 over 2 不能化鹹 那就做了 好了 第九條 這條quadulate equation 它說這個-3是其中的root 即是說什麼呢 x可以變成負3 k是constant來的 另一隻顏色筆 沒有關係的 OK 所以 a part你就可以這樣寫了 x那些位 變成了紅色這個負3 OK 接著你就算了 2918 8 -3 k-3 等於0 k就有多少 5 到 partb 找另一個root k是5 代回去 而重點就是 你知道-3是其中一個root 即是說 x加3是其中一個bracket 行不行 所以就這樣寫 另一個bracket 就以x-1 OK 所以你就可以寫到 x等於-3 或者x等於2分1 不過記得 人家問anotherroot 所以 anotherroot 是2分1 加回答句 那就叫做這條 好 這條 有條quadulate equation k是real constant 它說明有一個root nature 這個有兩個distinct real root 用這個discriminate 能大於0 好直接的了 已經 不用留意了 3x2 加8x-k 等於0 那 a 就是3 b 就是正8 c 就是-k A 那你就寫了 那你就寫了 equation has two distinct real roots 所以 b square 減4ac大於0 b呢 就正白紅色的 a是3 c是-k 8x-k 那就小心點計 OK 接著 8x-8x-64 接著 留意這個位 這裡是- 負得正 加12k 大於0 OK 12k大於-64 兩邊除12 用計數機按 就變成-16除23 OK 這隻大約是-5.33 OK B 這個已經做完了 找到k的範圍 就已經做完了 整個